戴口罩走進豪宇應變中心 陳吉曼上日三天遇到溪濫溪流 晚間親自坐鎮指揮 三級提升到二級開設 會議結束宣布 27號高雄平地正常上班上課 但山區六龜茂林甲仙 桃園納馬夏等五區停班停課 那看起來可能會比較集中在 內門 旗山 美濃等等 停班停課要350 那明天只有200到300次 不僅高雄有淹水災情的台南屏東 也因為雨量預測未達標準 27號宣布正常上班上課 台南高雄比較鄰近 兩位市長宣布前還通過電話 行政院的李秘書長跟水利署署長 我們都有聯繫 透過中央行政資源聯繫多方 參考宣布正常上班上課 隔天陳吉曼原本要北上 行政院會也臨時喊咖 我明天應該是會留守在高雄 假如有需要的話 就請林秘書長跑一趟 日內第一次行政院會 陳吉曼因為好雨坐鎮高雄 27號雨室 將集中在美濃 岐山和山區 山區也讓區長自行看狀況 宣布是否上班上課 一旦有災情 陳吉曼也將前往看災 記得對面王樹宏 SV小組 高雄的 蔣吉曼原本 輝賺